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刚刚谈到中国的民生问题 那么其实呢 这医疗保险在中国实际上也是一大的问题 那么在最近啊 美国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焦点 那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 就要针对这个医疗保险的争议来进行宣判了 可以说各界的目光都专注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啊 这个所谓的看病贵 看病难 一直是中国民众在诉苦 在这个抱怨的一个焦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 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改革 又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篇报道 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法 在2010年3月通过后 对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产生重大变革 但同时也引起激烈的争论 改革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求在2014年前 人人都要购买医疗保险 否则就要缴交罚款 美国26个州因此提出挑战 认为这项立法超越了宪法权限 他们表示 政府不应该强迫人民 购买他们不愿意买的产品 有人甚至比喻说 未来政府是不是可以强制规定 为了健康 人人都得知律菜花 奥巴马政府强调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要求 是因为那些不购买医疗保险的人 等于是给整个医疗体系增加负担 美国每年在医疗保险的花费 达到两万六千亿美元 平均每个美国人 每年花费八千四百多美元的医疗费用 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三月 就医保改革是否违宪 进行了庭审 各界都在关注 最高法院将如何做出裁决 那我们说到这个全民医保 很多人说它这是大势所趋 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这个奥巴马所谓的奥巴马Care 它这里面呢 一个最大的重点 就是强制每个人都要买医疗保险 这一点也就引起了争议 所以但是很多人说 这个我想请小夏先来说明 这样看起来一个好像是要来 促进人民福利的法案 为什么会在美国引发 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觉得我们得有一个共识 这最近这二百年 所有这世界上最大的坏事 都是以促进人民福利的名义来做的 我觉得这里的最关键就是 不是说反对有没有医保 而是说政府是否有权 强制一个个人去买医保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很多人说 我开车要驾照 你那个也得国家可以强迫的 开车你是要执照的 你活着不是要执照的 我活着我自己活着 我爱不买医保 你管得了我吗 所以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宪法问题 对于这来说呢 就是说美国政府 尤其是联邦政府 有没有权力强迫做一个公民 你这个公民 你必须做一二三四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说跟你 跟其他人的利益有关系 而是说我自己作为个人活着 我要不要受到你这个限制 所以这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案件会打得最高法院 因为这是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宪法权利 我先反驳小夏一个观点 就是自愿的问题 你说我驾车 政府规定你必须要有执照 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那么你愿意活着不愿意活着 这有的时候并不是自愿的问题 而是你谁不愿意活着 谁不愿意没有病 而你没有那种经济能力 这时候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利益的协调者 他有没有这种权利和责任 来要求你雇主或者你个人 来购买医疗保险 我认为这有很大的情况下 并不是自愿不自愿的问题 说肯定会有人 说我愿意死 自杀者都是那样 但是大部分人 他买不了医疗保险 并不是由于他不自愿 而是他没有这种经济能力 在有很多反对医疗保险的人 就是说你不能强迫公民 去购买某种产品 在我看来 这是混淆了辩论的一个命题 因为医疗保险 事关公民的这种健康与生命 它不是一种产品 它是一种服务 所以必须把产品和服务来分开 要把民众这种扶植当作第一位 我认为政府是应该有这种责任的 那问题是政府要人家 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没有 现在目前美国这个制度 是你真的穷的你买不起保险 你去申请这个政府补助 政府是给你的 有很多人就是他买得起 他不愿意买 现在是这个问题 而且我就说服务吧 服务也是一种产品 就跟电话服务一样 我说我就不买手机 你管得着我吗 这是 那你先讲还我先讲 那我接着讲 别指使你们俩在辩论 小夏从权力的角度 从这个违宪不违宪的角度 提出了他的这个观点 我是想从这个具体的运作上 提我的这个观点 实际上美国是长期的 坚持自由这个经济 自由市场的 就是说如果市场 还能完成的功能 一个个人 作为一个生意 可以做的事情 政府是不应该管的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严格的一个原则 但是这个医疗保险 正好是在两方面 第一它既是产品又是服务 这正好你们俩都讲了 它这是产品的意思呢 它实际上有这个 个人生意上的这个 可以经营的一部分 另外它又是个服务 就是它在个人经营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一些 社会上的问题 可能社会上的福利 不能够被照顾 这时候就成为服务 所以正因为这样 它产生了分歧 所以任何国家 都在医疗保险的问题上 争来争去 现在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然也没有免费的晚餐和早餐 就是说你 你最后羊毛 不会出在狗身上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就是说我政府的钱 拿来去 这个来进行 这个全民保险的 这个过程中 我把这么多大的资源 交给政府 完全排斥 甚至不是 不是完全排斥 就是把这个市场的功能 降低到最低来解决 是不是能解决好 这个实际上 历史上有这种例子 你可以看 像这个加拿大 像欧洲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例子 就是说虽然 这个全民保险了 我老百姓在有病的时候 我可以去看病 但是它的服务质量 它的这个排队的时间 都你都要算进去 实际上 你把一个可能市场 可以完成的一个任务 全部交给政府 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里我有点不同意 刘萍一会儿你来做我的后盾 你把你也跟我观点差不多 美国的确是一个 特别是在经济这个层面上 是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国家 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行业 确实是自由市场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的 为什么医疗这个保险 有这么多的漏洞 正是由于自由市场发挥的作用 没有被加以足够的规范与限制 那么就像华尔街 政府整个拿过来 不一定就解决了市场 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政府是如何去规范它 现在有好多人看不起病 或者是有很多的医生 不能够再继续职业 为什么 因为保险公司 在里边发挥作用太大 有很多必要提供的服务 他不给你报销 请您刘先生讲 刘先生 咱们三个人都把他画得巧 所以在这时候我就想 如何怎样在自由市场机制当中 加大一些政府的作用 这个好像更符合公众的利益 因为光靠一些个私人公司 我们不能解决这问题 你到华尔街去看一看 很多的郊区 电线还都是在树上走的 一到刮风下雨 马上这个树压倒了电线 一片居民区 几万个客户就没有电 为什么 自由市场 因为美国反垄断法 它一个例外 就是说在比较投资 很巨大的行业 像电力等等这些个 它允许有一家市场 占比较大的份额 这时候你就没有其他的机制 这些公司它占据你市场 它就不去做必要的投资 它不在地下 问题在于国家 如果是最大的垄断者 这就世界上没有比国家更大的垄断者了 国家干什么糟糕什么 就说现在美国 你的国家管的医疗有几个 就是说老人医疗 那个穷人医疗和退伍军人医疗 全部管的一塌糊涂 全比这个私人医疗贵很多倍 他们讲的都是学理 我讲的也实际的例子 有一天 4月15号 所得税截止申报的日子 大家都那天忙得不得了 在国家新闻俱乐部 记者俱乐部有一个活动 美国记者还来得真不少 我说你们都请这个会计师帮忙报税 他们那天要听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健保改革 那一天的健保改革 不是奥巴马care 是从台湾来的一个人 台湾的健保 我为什么讲我自己的例子呢 因为我从台湾来的 台湾这个健保 讨论的时候 也是很多样的批评 他到今天还是很多的问题 但是一面走一面改 已经过了满山学部的阶段 但是并没有到一个 这个坦然无畏的阶段 就是他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 这就是保生刚才说的 我们再看这个实际的例子 现在很多医生 他不接新的病人 他为什么不接新的病人 现在的制度 让美国的医师 其实大量的流失 让美国的预防医学的成效 现在已经变成 等于是第三世界 你刚才在讲说 这个美国一下子就断电了 小布什总统讲过一句话 美国是一等国家 但是电力功数是三流的 同样的情况也是这样 今天这个 在美国很多州 的医生 他要转型 他本来是做这个外科医师 他现在决定做美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健保制度 保险公司几乎是全拿 医生也要赚钱 最后怎么办呢 就只好到我们消费者身上 来扒皮了 这是现在实际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个健保改革 里面是有很多争议 是现在要闹得最高马云 你要知道美国的医生 医生转型就更多 说到美国的医生 美国医师学会 你跟美国的医生谈 我跟很多美国的医生谈过 美国的医生 绝大部分是反对这个医改的 因为他们知道 跟国家 因为他们自己 每个多数医生都有 都有这个经历 他们要跟国家打交道 要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因为国家的都是 这个老人健保 和是那个穷人健保 他跟与其 保险公司是很头疼 可是跟国家打交道 头疼一百倍头疼 如果不改 我告诉你 现在十年前的时候 美国的国民所得 这个百分之十二 用在健保费用 现在已经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 再过十年 不要十年 七年之内 这个数字会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不改的结果 就是我们都眼保不起了 从原则上说 这更可怕的事情 如果将一个国民收入 GDP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 交到国家手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可怕的景象 现在问题是 交到国家手里 还有一个国家 怎么用的问题 就像刚才我们 谈论中国的问题 中国有 一亿两千五百万 这个贫困人口 在美国有五千万人口 没有医疗保险 如果他们 所有的市场的失败 你不能够因为市场失败 就相信政府一定能做好 这里面是有一个鸿沟的 五千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正是美国的 美国人天生有一种 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美国人说distrust 这是非常健康的 我也是不相信 你最后现在看 美国目前已经有的是 政府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 私人医疗保险 不管有多少问题 政府医疗保险 问题更大得多 就是说 你不能拿私人的问题 就认为政府会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里边 没有这个逻辑的 现在都是讲在政府办保险 这个健保改革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用政府要施展 它的这 你刚才用了一个字 协调 也许是一种管制 也许是一种强制的力量 它让这样的健保 能够出现改革 我就跟健保 比如说这样吧 政府说 好 你公司必须给雇员买保险 你不买的话 罚款工资总和8% 现在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公司 比如汽车公司 他们的工资15% 20% 搁在那个劳工健保上 那么好 8% 可以把这个东东取消掉 就搁8% 就宁可受罚款了 所以恐怕就弄不好的话 有更多的人失去医疗保险 这很难说 现在问题讨论的关键呢 我们不能把它太绝对化 政府一定是坏的 然后私人公司一定是好的 政府管经济基本是坏的 跟你说吧 这当中还有很多要考虑的问题 还有钱从哪里来 医疗保险这事情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解决的特别好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 它原因在于说 市场不可能全部解决 政府也不可能解决 它是政府和市场合作的东西 但是合作的度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认为 欧巴马的医疗改革的计划 已经超过了正确的度 所以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 并不是彻底的反对政府的借数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市场的能力 现在就是像我们谈到的 现在摆在最高法院面前 他们需要做裁决的就是 是不是已经违宪 超过了宪法 是不是要这样强制 但是他本身并不即使违宪 也不能完全说 这种改革是错误的 我加一句话 当年小罗斯副总统推动新政的时候 最高法院是有很多意见 小罗斯副总统气候 想要去改组最高法院 那当然是天下之大不为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改革面临的很多阻力 是有各方面从各样的角度 包含从很多建筑的文字来建议 但就是罗斯副的新政 也有很多的后边的人 但如果没有新政的话 后果更糟糕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美国小社会的缩影 大家对这个医保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总是想到 我总是切身处地的 去从那些真正的普通民众 或者贫困民众 我们不是不关心普通民众 因为是我们说左派和右派 这个极左派的观点 总是一句话就吸引别人 右派要讲三句话 才能把道理讲清楚 所以是问题 所以说你听起来好听 到最后不解决问题 更差 美国的穷人是有国家包的保险 现在很多中产阶级 不愿意买保险 现在穷人反而有保险 是 好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 医保争议 我相信最高法院他们在这个星期 恐怕也要伤脑筋 到底要怎么样做出这个裁决 这个现在全美国民众都在关注 而且支持反对的人 都准备要到现场去抗议去了 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美国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美国医保的这个争议点 我们就谈论到这里 那么继续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探讨最后一个主题 不过我们稍后就会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